歡迎大家回來第三百三十集的《只要有電影》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訂閱 按鈴鐺 另外留言、讚好、分享 也追蹤我本人 和《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專頁 今集我們繼續講的是 《賈寧自編自導自演》的《熱辣滾堂》 也繼續將這個電影和原作 日本電影《一百英的愛》作比較 不過今次希望比較集中在電影語言方面的運用 首先講一講的是對人物出場的方法 兩個電影其實都有相類的地方 第一場戲就介紹了她的主人翁 在《一百英的愛》裡是安藤嬰 大家都很清楚 安藤嬰這個人物 雖然她都是肥 但是應該一百英的愛 她沒有特別太集中在她的肥 更多是可能是說她的肺 那種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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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戲一開始第一個鏡頭 畫面出現之前 其實我們已經聽到一些話外音 就是一些打拳的雜聲來的 當然拉米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打拳的雜聲來自安藤嬰和她的外生 在打遊戲 影片遊戲裡面的聲音來的 第一個畫面就是拍著有條線的東西 我其實看過幾次都不知道那條是甚麼線 但那條線是在上高一路掉下來的 吊著很多雜物 可能是條繩之類 鏡頭就在繩或線上一路掉下來 然後就看到機仔上高 首先我們看到賈寧的腳趾 然後機仔上高就有很多雜物 有煙 有成這樣 亂七八糟的 有杯子 然後我們才看到安藤嬰和她的兒生在打遊戲 也看到一些拳賽的電子畫面 還有一個很刺激的鏡頭 就是在安藤嬰的背部拍過去 就看到安藤嬰的背部露出來了 一剪 然後看到她在拉近屁股那頭 即是那些肉 當然這個introduction 都好 還有很快就已經建立了 讓我們知道安藤嬰這個人物是怎樣 然後這個戲就再剪出去 就是他們開小食店 舖面的妹妹就很勤快地工作 即是招呼客人 還有裡面的廚房那些東西 很明顯這個就是一個 所謂的前舖後居的設定 也看到妹妹對安藤嬰那種好食爛飛 那種啪是有所懸言的 甚至拉美直接進去房間裡 叫兒子 即是不喜歡兒子和他一起 趕兒子出去 也是拔了電掣 就是這樣 在這個熱烈滾燙裡面 我覺得賈寧都是拿了一些inspiration 但是我覺得她那個introduce 她飾演這個杜樂營這個人物 我覺得她還花更多的心思 第一個鏡頭其實就是很有趣 也是跟她的腳有關係 但是這次首先是拍著地下 我們聽到一些電視的聲音 一些新聞報道 然後才看到賈寧那隻肥腳趾入鏡 然後她用肥腳趾按色那個remote 然後這個鏡頭還順著肥腳趾跳上去 看到原來她就躺在梳化椅上 但是那時候還是看到她的下半身 然後她再用肥腳趾一掀 掀著那張皮 然後就拉一張皮上來 蓋著自己 然後才看到她全身 然後就是一個top shot Ba 原來是賈寧的媽媽 那妹和她的表妹 阿豆豆在觀察她 在留言 她的情況 特別是她的媽媽 那就是一種複裁 他就是這樣 整天睡 整天睡 好像睡極都不夠 但是表妹看到有些動作 醒了醒了醒了 然後見到賈玲起床 起床坐在梳化椅上呆了一會 然後原來他再起床就拉上窗簾 因為陽光照著他 然後再倒頭睡的時候他倒轉身 頭尾倒轉了 因為沙發的床簾遮著陽光 然後繼續睡 我覺得這個介紹很有趣 首先就是當我們知道賈玲很肥 這個形象之前 其實他已經透過腳趾給我們看到 而且實際上那隻腳趾真的很肥 但肥得來其實我都覺得有點可愛 那兩個動作就看得出他根本是冷起來 然後呢 但是跟我們對肥人的印象其實有點落差 因為他用的腳趾 可能這也是他熟悉的動作 但起碼他用的腳趾 按色那個remote 再去鉗那種被子 其實你看得出來的人 雖然是肥 但其實都可以靈活 事實上在電影裡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賈玲從來沒有誇張過 這個人物的那種淪盡或者漏暴 事實上這個人物也是 他是體重上高肥 或者越來越肥的時候 他會變得越來越重 或者越來越冷動 但他本身其實是一個相當聰明的人 亦都是頭腦是靈活的 甚至身手其實都從來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感覺 就是很鈍啊 很漏暴啊 然後呢 鏡頭是有一個top shot 是看到他整個環境 在一個房間裡面睡覺的情況 這個top shot很明顯就是 一來作為一個full introduction 另外其實亦都是透過 他妹妹豆豆和他媽媽的目光去看他 就是多多少少少 特別是妹妹和妹妹 對他那種不滿 那種甚至帶有輕事的目光 亦都introduce 了這個豆豆這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上次都說過 就是因為他最大的final的打擊 其實就是信錯了豆豆 其實就是以為 就是 盡地一步 就是 就去幫這個豆豆 是完成他 升任這個 就是在電視台再升一級的 那個 這樣的夢想 是答應appear在他那個真人show裡面 但是結果就是出醜於全世界面前 這是第一個人物的出場 第二個人物的出場 就是浩坤 就是拳擊的教練 浩坤就是雷佳音飾演 在這個100日圓的愛裡面 這個教練就叫做游兒 其實他都很快就出場了 就是安藤英 聽到母親和妹妹都不滿之後 他也是一個借口出了街 那時候是夜晚來的 踩著單車去71購物 在這個購物的過程 其實才出整個電影的字幕 買來買去都是不同種類的零食 一些雜誌 飲品等等 在回程中看到踩著單車 經過拳館 拳館也是一個地鋪 然後也透過拳館的玻璃 看到裏面猶兒連拳 在拳館裏面反拍出來 看到猶兒也挺有力度 然後再拍出來 看到猶兒走到窗口喝水 抹汗 中間再insert 那個表情就是安藤英 很專注污低一點身 一路看著他 其實多多一點帶有愛母 又或者是fancy Anyway 安藤英其實看到他走出來之後 就是離開的 在滾燙熱辣裡面 那個浩坤的出現 其實是較為遲一些的 就是until 賈寧和他妹妹 是產生了衝突 決定離家出走 然後找到事做了 才是經過這個拳館的外出 就看到拳館裡面的浩坤 但是呢 而來滾燙就做了一個 我覺得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也挺精確的一個variation 就是怎樣呢 我們一樣是看到賈寧 突然間很專注地看著裡面的浩坤 但是賈寧因為 那個處理 他處理自己這個角色 在戲一直到未去瘦身之前 其實他的表情的變化也不多 他不是一種痴呆 但是有一點是 我覺得其實是一種保護自己 一種自衛本能的一種掩飾 盡量不讓自己的內心被人知道 不讓自己的感情愛怒 這場戲就是他看著浩坤 但是很有趣的是 一切回去拳館 我們就看到浩坤 是連連拳一間停在那裡 看著那個玻璃 然後走到玻璃那裡 原來那塊玻璃不是一塊普通透明的玻璃 而是一塊單面鏡 換句話說就是浩坤看到鏡裡面的自己 但是又看不到玻璃外出的賈寧 但賈寧相反就誤會 就以為浩坤是看著自己 所以有些不好的意思就立即離開了 這一個其實暗示了我覺得有兩樣東西 起碼 因為浩坤看著鏡的時候 怎會看著眼睛一大一小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是 他很關心自己的容貌 有些自我中心 但這個我也不想push得太遠 這個metaphor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實就是在浩坤的眼中 其實他從來 賈寧的importance是不存在的 而他們的相遇 在感情上高的投射 其實就是賈寧比較一廂情願 或者比較錯誤的一次的投射 起碼就是prefigure了 或者預示了他們後來之間的 那個錯摸 即是相愛的錯摸的關係 因為浩坤其實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在利用賈寧 我想講一講的就是 這個鏡頭方面 即是那方面的運用 其中一樣東西很重要的就是 長鏡頭 100英的愛裡面 都有不少的長鏡頭 特別是一個的長鏡頭 我們上一集都講過就是 安藤英最拉美的拳賽 在一個休息室一邊走出來 在一個走廊一邊走到上去 就是拳這個擂台 和場館外出 但是除此之外 100英的愛 它最 給我們印象最深的 其實是有另外兩個的長鏡頭 而這兩個長鏡頭 都是在這個拳賽 和拳賽之後發生的 那麼 首先呢 可以講一講的就是 在拳賽裡面 即是除了他出到場館 爬了上擂台之外 當然拳賽開始之後 其實 其實 安藤英贏 還是不贏 這件事 其實那個懸念 都不是太強的 因為 其實一直都有暗示 就是說 他跟那個拳手 那個實力是相差得太遠了 但是當然 作為一個故事 的情節 的描寫 又或者是 對觀眾心理的控制 其實電影都會給到 有少少的幻想給觀眾 就是說 我相信 任何一個觀眾看到那一幕 都會稀奇 會不會有奇蹟出現呢 就是這樣 其實第一場 即是第一回合的拳賽之後 安藤英已經被人打到 臉青口中了 甚至是在中場 那個小小的休息那裡 即是那些教練 跟他 要他喝水 浪一浪的口 那些血 他突然間整個口血 就套在他上身那裡 然後第二回合再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 100日圓的 處理也是很好的 他的鏡頭 跳了出去的擂台 就在擂台 稍微比較低一點的角度 就開始了一個 比較緩慢的一個track shot 就沿著整個擂台 整個ring 是一路慢慢游走的 那整個過程裡面 你就看到 那個拳手是不斷去襲擊 安藤英 而安藤英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那這個的確 可以造成觀眾的一種 那種對安藤英的欲感 又或者是覺得 有種心 心同感受的那種 那種痛楚 那這個鏡頭 但是其實是比較短的 其實是沒有說是整個360度 圍著整個ring 是完成了那個track shot 其實去到差不多一半 就停了 然後就立即切入去擂台的中央 就用很多的手提鏡 用很多的短速的剪接 是交代那個拳手 直接拳譽與下 不斷打不斷打 打到這個安藤英 是整個屢次是躺下的 那在賈寧的熱辣滾痛裡面 其實它都一樣用了同樣的鏡頭 但是它的用法 分別在哪裡 第一 就是它的速度放緩了很多 我很難時間到告訴你 一半一定是怎樣 但起碼給你的感覺 真的相當緩慢 而那個幅度 也都差不多是接近剛剛一個round 360度 換句話說 其實就好像我上次這樣說 就是賈寧用的方法 在這個重拍的時候 它加強那個感覺 就是所謂的multiplication 或者是延長 所以在這個鏡頭裡面 其實我們一直看 一直目擊著 他飾演的那個角色 是不斷被那個拳手攻擊 不斷被那個拳手打打打打打打打 即是那個 很身體的感覺 是更加強烈的 而且呢 是更加不忍 因為它的長度幾乎是長了一倍 這個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另外一個的長鏡頭 牽涉到電影的完結 一百英之外裡面 安騰英打輸了 即是一如所料 那麼他離開那個場館 離開那個休息室之後 那個電影就切了 在場館整個建築的外出 那麼我們看到安騰英走出來 然後走 他要走到一條很長的樓梯 那麼鏡頭就跟著他 一個wide shot來的 然後就看到他 是落完樓梯 轉彎之後 就看到原來的右翼 一直在等著他 這個時候還是保持著一個wide shot 那麼他們兩個人對望 不說話了很久 然後呢 然後呢 安騰英才看到他哭 哭呢 由頭到尾 安騰英就只是說了 一句對白 不斷是repeat的 就是說 我只想贏一次 我只想贏一次 那麼 當右翼 try to approach他的時候 鏡頭才慢慢推勤 就變成一個medium shot 然後右翼就說 不如我們去吃宵夜吧 那麼就伸出手 就拖安騰英 到最後呢 安騰英呢 都是哭著 和重複說回那句話 就跟著他 就跟著兩個人 就落樓梯 一路就軟去 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然後呢 才打出個片名 白鷹致亂 那麼這個鏡頭很長 總共呢 就是4分36秒 那麼 但是呢 在熱辣燙燙裡面呢 都是有這樣的鏡頭 這個處理都是接近的 一樣是看到賈寧 就是 完了比賽之後 在場館那裡出來 但是呢 那個樓梯呢 就沒有那麼長 然後他出來 就立刻差不多 就見到這個浩坤 就起來了 跟著呢 就跟他講了一句話 就 輸了 是不是 但是呢 所以 賈寧呢 回答呢 就是 不是啊 我贏了 其實 其實浩坤 是不知道他 是什麼意思的 那浩坤呢 跟著 就同樣說回他的對話 我們去吃牛蛙 他那種 我不知道牛蛙是什麼 但是anyway 這個牛蛙是之前其實 其實浩坤有一次跟他 就是浩坤 打輸了 然後賈寧陪他吃東西 浩坤叫的一道菜 他叫之前 還問他 你吃不吃牛蛙的 因為其實 其實賈寧那時候 第一 已經是有點喜歡他 二來呢 亦都不希望 押他意 所以都說 好啊好啊 他就叫了一客 這個牛蛙吃的 所以這一次呢 就是浩坤一樣招呼 不如我們吃牛蛙 但是呢 很有趣的 賈寧呢 他回答就說 我都不喜歡吃牛蛙的 浩坤有一點奇怪 但anyway 都伸手去拖他 但是呢 賈寧呢 就拒絕了他 他說 我不太想吃東西 不如我打給你 那 浩坤就說 什麼時候呢 賈寧又說了一句 看心情吧 然後才離開了 首先 這兩個ending的處理 很不一樣 這次賈寧呢 沒有拿過Q 從100日圓的外 沒有再用一個 這麼長的長鏡頭 而且在那個 context 在內文那裡 是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分別 特別是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所謂贏和輸的觀念 在100日圓的外裡 安藤已經從頭到尾都強調 我只想贏一次 我只想贏一次 但當然到最後都是一個失敗者 但是 但是在熱辣滾堂裡 那個贏一次 贏的意思 其實 因為賈寧到最後 其實他離開場館之前 他都已經打了一個微信 在他的朋友圈裡 而這個朋友圈其實是浩坤看到的 就是說 他說我贏了 所以那個贏的意思 其實 從頭到尾 賈寧 他不是想要在這個比賽裡面贏 而是他要贏的是自己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他從頭到尾 他都堅持一定要打下去 死都不肯叫停 死都不肯去放棄這個賽事 到最後 怎樣都要爬起來 怎樣都要完成這個賽事 因為完成這個賽事 對他來說 就是戰勝了自己 所以他到最後 跟浩坤說 都是說我贏了 這兩個的意思當然就是一個 熱辣滾堂 起碼是一個很強的一個 甚至很正面 甚至很進步的一個儀式 更加進步的 或者更加顯示 而賈寧這個角色的成長 就是他拒絕了浩坤 請他吃飯 一起去吃飯 而這個 一起去吃飯這個要求 當然 在背後 多多少少暗示 就是說 Let's make peace 不單只是這樣 甚至可能有一種 即使是多渺茫的希望都好 就是兩個人的複合 其實看一百日子之外 因為我都說過 我是看了《熱辣滾堂》之前 在先的 所以我看《一百英德愛義》的時候 其實我對 武正程這個 就是導演武正程這個處理 我是有點吃驚的 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這個人物 到最後都要跟回一個 對他這麼寡情薄幸的一個男人呢 我是看不到任何的理由 為什麼他要接納這個男人的要求 是否就是因為他贏不到 到最後 原來他最後的依歸 都是要一個男性呢 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說 是 不單只是驚訝 甚至是有些抗拒的 但是在《熱辣滾堂》裡面 賈寧的拒絕很明顯就是一個自主 但是更重要的 其實就是他那句說話 看看我心情如何 我找不找你去看看我心情如何 這個看看我心情如何 其實是他第二次說的 他第一次說的是在哪裡呢 就是他跟他老爸 就是他減肥之後 跟他老爸的一頓飯 在餐館裡面的一頓飯 的一句說話來的 那麼這場戲呢 在《一百英的愛》裡面都有 但是《一百英》裡面呢 安藤英跟老爸那個 那個重新再溝通 那樣東西呢 其實 主理也好是不一樣的 那個是 sort of 閒話家常的 意味是更加重的 重修舊好的意味呢 當然也更加重 特別是 那個老爸 重新accept他回家裡 但是在賈寧的熱辣滾堂裡面 那場戲不單止 是有 正話所說的這些意思 他還加插了一段對白 就是賈寧突然問他老爸 他說 老爸我想問你一件事 如果你有兩個蘋果 一大一小 如果有個好朋友 問你拿蘋果 你會給哪一個他呢 那他老爸就說 好朋友嘛 當然是給我大那個他 這個其實也有意思 我覺得 第一 證明賈寧的老爸很nice 還有對他來說很無私 有個好朋友 他會對朋友很好 這個我覺得也暗示了 既然有個這樣的老爸 我說他的家庭教育也應該很好 所以他教出來的賈寧 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基本上 一個很無私的人 一個很不想別人不開心的人 甚至自己吃虧的人都沒有所謂 而這個也是賈寧在這個戲裡的角色 一貫的處理 當然 因為他變了肥 越來越肥 所以他那個自我的感官 應該都是低的 更加讓他躲在這種無私的性格裡 那他爸爸就問 那你呢 你給他誰呢 賈寧想了一會兒 如果以前呢 我兩個都給 這就是解釋了 賈寧自小培養出來的性格 他兩個都給 比他爸爸還好人 但他爸爸為什麼以前呢 現在呢 賈寧想了一會兒 就笑了一下 就說看心情 這句話就在這個Ending那裡 就有Echo了 那什麼叫看心情呢 其實看心情的意思就是 他有了自己的決定 他有了自己的選擇 他以後再不會 什麼事情都聽別人說 什麼事情都醫治人 或者什麼事情都為人著想 他有了自我的建立 所以在這裡 其實已經是 就是看了兩個戲的 那個處理的 我覺得是一個高一個低跌 那又說回其他的長鏡頭 有兩個的長鏡頭 在這個戲裡面 即是滾燙熱辣裡面 是一百英的外是沒有的 而我是覺得 相當大膽 相當有效的一個運用 而兩個鏡頭 也是有前後的呼應 這個鏡頭就是一個大外鏡 拍攝的就是賈寧住的那一層樓 也是一種公寓式的舊樓 我相信是一個景 來的 我們看到從外貌 因為它是一個大外鏡 從外貌 我們看到不同的單位之外 中間就是那一堂樓梯 有四層高的 第一次出現這個長鏡頭的時候 就是賈寧受到最大的侮辱 在這個reality show裡面 出醜於全世界人面前 接著又切一個這樣的鏡頭 而且是下大雨 看到賈寧 很小很小的賈寧 就入鏡頭 一邊走一邊走 然後再上樓 那些走廊的樓梯 即是樓梯的安排 其實是會上到一個樓梯 你都可以迫著眼燈 即是等照到住客 就不會扑低 賈寧是逐層逐層逐層 樓梯是一路上去的 因為它又肥 當然速度是緩慢的 我們只看到 周圍的單位都烏燈黑火 所以那個燈光全靠 就是它上樓梯每一次 拍著走廊的燈 直到上去第四層 走回到它的單位 看到它的單位 住的單位 開著眼燈 中間不知搞什麼 我們看不到 不是很清楚 然後鏡頭 才等了一陣子 因為那時候是黑的 然後才看到全黑 然後慢慢的燈光轉變 就看到一末的陽光 在右上角那裡 一直斜角色 掃過整個銅的住宅 就第二天了 然後第二天看到賈寧 決心去學權 這是第一次 一個很長很長的鏡頭 差不多接近四分鐘的鏡頭 我覺得在一個商業片裡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處理 尤其是在之前 是一個劇情的高潮位 一下子的一冷一熱 一下子的圈鬧和沉寂 但是在那個長鏡頭裡 其實是沒有什麼發生的 是沒有什麼戲劇性出現的 觀眾初初都不知道鏡頭這麼長 但是跟著 竟然可以容忍 看到賈寧一級一級樓梯上去 我講 賈寧一級導演 他很清楚知道這一刻 觀眾是完全被 杜樂營這個角色 那個挫敗感 那種失敗 或者那種痛 是牽著了 所以他才可以這麼有耐性 去看發生什麼事 但竟然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什麼發生的 那個鏡頭 OK 這個鏡頭 在拉美拳賽裡 賈寧倒地 其中的一個flashback 是有了副影 回回去 都是同樣的鏡頭 看到賈寧住的單位裡面 有光線 然後鏡頭 才慢慢推去 這個單位裡面 甚至是 那個速度都是緩慢的 甚至是穿越了 那個單位的窗口 進去賈寧的家裡 當時有風有雨 但是我們進去之後 竟然看到的是賈寧穿著 一件白色的衣服 即是他去reality show 那件奶白色的衣服 坐在對面窗口 然後 鏡頭慢慢移前的時候 一聲賈寧掉了 跳樓自殺 鏡頭才比較用急速的速度 再向前移 再向窗口 衝出去 然後 用一個top shot 變成一個top shot 拍賈寧倒地 躺在地下 的一個軟鏡 然後再慢慢降下去 就看到賈寧 躺在這裡 我們不知道他生死 但隔了很久 所以才能看出 之前鏡頭的陽光 又是看到一末的陽光 在畫面的右上角 慢慢掃下來 我們才能看到 原來賈寧未死 同樣這個鏡頭 一樣是這麼長 差不多兩分鐘 賈寧 我覺得他厲害的地方 和大膽的地方 就是 當然在reality裡面 整個過程只不過是耐久了十秒 甚至是八秒 因為八秒已經起身了 他可以stretch到 即是cinematically 他可以stretch到這麼長 而他又夠膽死 就是他 他不怕觀眾看得不耐煩 不怕觀眾覺得 出了氣 因為他在這一段 的montage 這麼大的 sequence裡面 他加插的幾個flashback 都是最重要 還有更新的劇情 的揭露 而那個揭露 不是單單是一個twist 那麼簡單 而是 都是指向 這個人物的內心 指向這個人物 那個 受到最大的 一次又一次的挫敗 和屈辱 的一個心理的過程 所以 看得出他那個掌握力 其實是相當有自信心 當然這個過程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長的鏡頭 我覺得也是很好的 就是他答應了 他那個閨密 終於 他都肯去做他的伴娘 我們最初覺得 這個閨密提出 他夠膽死 叫Lily 這個角色 他夠膽死 搶了一個 老友 男朋友之外 還夠膽死 叫他 你做我伴娘 不然你會說我是小三 他就是小三 他竟然還怕別人說他是小三 鏡頭一切 果然 賈寧就做了一個伴娘 這個鏡頭 有一個長鏡頭 是一個 不是太長 但也有29秒 其實29秒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覺得 如果超過5、6秒的鏡頭 其實都已經是 進入一個長鏡頭 一個運用 這個29秒的長鏡頭 就是從 分現上高 銀幕 打出了 他們這兩個人 那些溫馨的照片 一直拉出來 然後見到他們在 和奔客在喝酒 我覺得這場戲的演出 都是很好 他化妝 其實當然有少少突 加上他 穿著半兩三 婚紗的外貌 更顯得很奇怪 而他是混身不舒服 他從頭到尾都是 那種難受 的確是很強烈 但前面那位新人 一來在浪費 說他有了寶寶 然後 那個Lily 收了禮事 立刻 看都不看 就放在賈玲 伸出來的雙手 這也是一個長鏡頭 但anyway 還有一個長鏡頭 我覺得 運用得很好的 就是 就是 在 reality show 那裡 賈玲 按照著 豆豆最後的要求 一聲 躺在地上 但原來 豆豆的 further instruction 就是 快點衝過去 手提 推近些 然後就問 說了一句 問了一句 哭沒有 但我們見到賈玲 是一無所動 沒有哭到 然後才聽到 豆豆說 算了算了 不要緊 夠了 他不哭也無所謂 然後我們見到 原來這時候 豆豆已經脫了 脫了耳機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以為 是 賈玲聽不到 但誰知道 原來的耳機 沒有關 我們見到 桌上的耳機 斬著斬著 我們知道 原來的耳機 還在工作 一切回去 賈玲 因為賈玲 也是帶著耳機 他聽到這句說話 而這句說話 可以說是最傷心 他就 突然知道 原來所有的事情 都是豆豆的安排 豆豆其實要搏 就是他一滴眼淚 但這時候 攝影師都沒有拍他 但電影的鏡頭 還在拍著賈玲 一個上級的鏡頭 然後跟著 下降一點點 一個差不多 近乎 一百八十度的 弧形的弧鏡頭 然後一路下降 是去到賈玲 跟賈玲的水平 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才看到 鏡頭停下來的時候 賈玲 就滴了一雙眼淚出來 首先 這個鏡頭 它的弧形 跟那個 由Crane 去到 跟賈玲的視線 是平排 的那個角度 我覺得很棒 因為 開頭我們以為 那個角度 那個Top Shot的角度 Top Top的角度 還是這個攝影機 即是錄影廠的攝影機 但是原來 是電影 是賈玲 導演的角度 然後導演的角度 一路降低 是去到 跟這個角色 平排 是 會說就是那種 empathy 那種 平等的角度 要求觀眾用一個平等的角度 去看這個人物 然後才看到這個人物 滴落最傷心的一滴眼淚 我覺得這個長鏡頭 是用得相當精彩的 好了 再其他一些動作的處理 有一場戲 我都想拿出來說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浩坤 其實是賈玲那時候已經開始瘦身 然後浩坤 就一樣是去到他那個 在伊奈滾堂裡面 就是一個雜貨店 在這個 一百英的愛 就是他們那個小食 小食 檔口 那麼 兩個都是在那裏重遇的 同樣 又二又好 浩坤又好 他那個反應 嚇了一跳 馬上走也走不及 因為心虛 然後 安藤英和賈玲 都是馬上追出去的 一百英的愛 因為 其實 根本 又二 走了一段路 一轉角 就已經沒有走 那就是 安藤英就趕上來 趕上來之後 兩個人 就在公園那裏 對探 鏡頭也不錯 在公園 坐在空鏡那裏 一直橫距 然後看到他們 兩人各自 就坐在一個 bench 尾端 然後中間 有個牌 那個構圖是 真的 挺好看的 但是 滾燙熱辣裏面 我覺得 有趣的地方 和更加加強了 無論是劇歷 或者笑料 和人物 那個尷尬的處境 就是什麼 就是浩坤 首先 浩坤也挺大份 就是浩坤不停走不停走 誰知賈玲追著他 其實賈玲那時候 剛剛是托汽水還是飲品 就是這樣 就是托一盆汽水 跟著他去追他 都來不及放下那盆汽水 就捧著他的汽水 因為汽水有重量 不停走不停走 不停追他 追了一下 他還超越了浩坤 這個真的很好笑 第一 第二就是說 他多健身 這個就是他減肥之後的成果 然後兩個人 他追到的時候 才吸回去 就是兩個人再坐 坐在戶外聊天 這個戶外設定很好 就是設定在哪裏 就是設定在 我們剛才提到 由賈玲住的那一棟樓外出 那我就覺得 這個也是賈玲對原作 沒錯 他很多時候都會用了原作的東西 但是每一次 他都將它更加推展 更加放大 又或者是更加設計上高 所以他都下了更多的心思 另外一件事就是 在音樂的運用 在拳賽那裏 《一百英的愛》 運用都很好 安藤英倒地之後 整個音樂 他都有一堆flashback 但那些flashback都是一些recap 其實是沒有更新的資訊給到我們 那句音樂就是 都用回電影 一開場就用一些口琴 甚至有些西部音樂的感覺 或是country的感覺 有種落幕 有種好像是很哀傷的味道 去到熱賴滾燙的5分30秒裏 他用什麼東西呢 假如用什麼音樂呢 這個 我有位朋友他都說過 即是 熱賴滾燙的音樂相對起 《一百英的愛》 好像品味上高 就有了一個距離 這個都可以爭論的 但是我相信他 他當時想的或是指的 可能幾大程度都是這個montage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賈寧用了什麼 用了一首音樂 用了一首歌 由頭到尾是貫穿著這段montage 這個歌是挺好聽的 還有旋律是 它一路loop一路loop的 重複又重複的 所以很快聽得入耳 還有覺得它挺樂意的 當然這個 可能是基於 我上次所說的 這個電影本身的定位 就是一個傾向大眾的主流商業電影 但是我又再看一些資料 就是 他這場戲用的歌 的名字 原來叫做 《送我一朵小紅花》 這部戲 我又聽到賈寧的另一個訪問 就是 我一定要用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對我的鼓勵很大 以往我心情不好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聽這首歌 令到我的整個 mood 都是有所提升的 所以再查一下這首歌是甚麼 原來這首歌 是一首同名電影的主題曲 這首同名電影是2020的電影 就是逆陽千璽主演 導演叫韓賢 韓賢是早前有一部 叫我愛你電影的導演 他好幾個戲都挺賣的 而這個《送我一朵小紅花》 差不多有11億票放 這部戲就是講 一對很年輕的男女 就是一個愛情故事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兩個人都同時患上了絕症 這部戲其實後來 是被人說他抄另一部西片 那部西片的英文名叫做 《Faults in our stars》 中文呢 香港那時翻譯 叫做《生命中的美好缺陷》 其實故事是一樣的 都是講兩個年輕人 大家都患了絕症 但無論如何 我們不理這件事 但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來這首歌呢 主唱的和作曲作詞的人 就是一個叫做趙英俊的歌手 趙英俊的歌手呢 作完這首歌之後呢 其實就是死了的 就是生癌症死了的 趙英俊我看回他那個 那個《生平》啊 他的作品念表呢 他死的時候呢 43歲 很年輕的 他出道是因為 參加了一個真人show 而得了獎 出道的 然後他在大陸 是一個很流行的音樂歌手 和很多電影都寫過音樂的 甚至是 合作得最多應該是大鵬 大鵬的尖餅俠 馮印基樂隊 都是他作曲的 其實他接了這個 《送我一朵小紅花》的音樂 這個工作之後呢 其實他就一直都是在病塌之中的 他一直都寫不出這首歌 直到看完這套戲的時候呢 他就反而得到的靈感 一口氣就寫了這首歌 寫完這首歌呢 其實他都很嚴重 但是他堅持都是自己親自 彈回這首歌的電子結他 還有一些主唱和禍唱的部分 所以這首歌 在大陸其實相當流行 亦都是一首相當 令人有種生命力的 鼓舞的力量的一首歌 我覺得《賈寧庸》很明顯 這首歌是很流行的 我想大部分觀眾都應該會唱的 還有這首歌的結構 亦都似乎是跟一般的流行曲不一樣的 因為流行曲一定是一個主歌 一個副歌 然後再重複 這樣構成的 但是這首歌相反 就是用一種 我不懂音樂 我查出來 就是叫做調式 調是音 調式 音調是調 色就是方式的色 英文就是mode 是用一種重複又重複的 一個結構的方法 構成的 那我就覺得 在這個運用裏面 哪個高些哪個低些 我覺得很難去判定 但是起碼就是 就是賈寧 在改編整個 一百英的愛之間 這個過程裏面 他是很清晰自己定位 甚至是很明白一件事 他一定要將原作 是adapt到 還有要加入了很多 他本土的元素 他本地的觀眾 能夠有共鳴的元素 那麼這個改編 我才覺得 是一次的成功 也就是等於 我好像也有說過 就是我們以前的粵語片 其實很多很多都是改編 或者抄襲西方的電影 但是呢 除了當時未有這個 所謂的知識版權的觀念之外 我們很難 exactly 叫它是一個抄襲 但是在改編的過程裏面 其實大部分的 預預片 都不是搬自過自的 都不是照搬的 而是相反 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 加入了很多很多本地的元素 令到 本地或者預片的觀眾 是看起來 是有共鳴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方法 也是一個值得 我們加許的方法 最後想講一講的就是 這裡是聲音的運用 我以前有一位學生 他現在都在一間很出名的錄音室裡面 都擔當著很重要的 運音和錄音的角色 其實他很好 他都是留言給我 和我做了一些交流 表達了他對這個電影的 聲音的運用 的一些 appreciation 我再看的時候 我都特別有留意 聲音的處理 最主要其實就是 accordingly 其實我都不是很留意到的 即使我第二次看的時候 我就比較敏感一點 就是這個戲 很多的地方 其實都是用了時候配音的 包括對白 其實這個方式 還有很多戲是這樣的 特別是大陸的戲 特別是一些合拍的戲 比如好像早排的潛行 都是很多時候配音的 包括對白 而這件事在荷里活 其實是很普遍的 就算他收音收得很好 他們都很流行 重新再由頭配過的 因為一來聲音乾淨一些 二來就比較靈活一些 但是我覺得 用時候配音 不是一個值得什麼東西 要放大的一個元素 而是 當然他做得很好 甚至一般 其實我們都不會感覺到的 但是我覺得 可能在控制這個 演員的情緒的表達 特別是賈寧這個角色 還有他前半部分 就是肥的部分 我覺得用時候配音 可能更加統一 因為賈寧的表現 你說他比安藤英好 還是安藤英好 我都覺得各有所好 還可以爭論 對我來說其實兩個都很好 不過安藤英那個 我覺得那個表演 其實是更加外露的 一來可能他真的 飾演一個跟他本身 很不一樣 兼顧在體型上高 在心態上高 他想表達那個 contrast 但正如我想說 假形去表演 他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他採取了 我剛才所說的 那種的approach 或者這樣的演繹 就是說這個人 其實他不是一個廢人 whereas安藤英 我覺得是廢的元素 比較多 他其實是透過 他講話的那種聲線 那種的音調 來表達出 他越來越收藏自己 越來越保護自己 那種演繹 所以他採取事後配音 可能在這方面的表達 會更加統一和完整 但是整個戲 我覺得最好在聲音方面 表達能力 最好的一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拳賽 我這位同學都很好 他給了一個訪問 我參考的 就是這個戲的聲音的設計 同時也是這個戲的製片 很有趣 所以這兩個工作 我很少聽見是可以由同一個人擔任的 但無所謂 這個叫趙藍的一個 這個女監製和女設計的音響聲音 都是一個監製 他在訪問中有說過 他們處理的拳賽 基本分三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傾向於比較真實的 第二個部分 是比較傾向於 賈寧主觀的感受 所以拳擊的聲音 被人打中 呼吸 叫喊的聲音 是特別增強的 是特別鎮定的 然後才去到 最後他跌落地 現實和flashback 即中間的穿襲 是一個更加傾向不真實的處理 我看第二次的時候 除了這件事我留意到外 更加留意到的就是 其實他一開始 雖然說第一個部分 是比較真實 但其實由頭到尾 他都是把環境的聲音 場館裡面的聲音 特別是觀眾的叫囂 拍手掌 呼喊 呼喊 這些聲音 是很有意 壓得很低 甚至去到主觀 和虛幻的感受 是幾乎我們聽不到 任何 觀眾的聲音 而在《一百英的愛》裡面 其實他由頭到尾都貫穿著 雖然那個場館不是很大 所以聲音不是去到紅館 甚至去到伊利沙巴場館 那樣東西這麼厲害 但是由頭到尾都有 其實嚴格來說 一百英的愛 那個處理 聲音上的處理 我就覺得 相反就是這個就是主流 商業一方面的處理 而沒有加更多的想法 而Weras 熱辣滾燙 那個處理 就去到 一上了這個擂台之後 其實是一個完全 是一個重掃的 一個處理的手法 一個完全不同了 時間和空間 令到觀眾和賈寧之間的關係 拉得更加近 令到我們更加容易進入 這個人物的內心 的一個方法 Wutcher我覺得 其實在這方面 是優勝過一百英之外 Anyway 說了這麼久 希望可以說服到大家 但當然一定要聲明的就是 去到最後 一百英之外 都是一個優秀的電影 我不是說透過兩者的比較 特別刻意去貶低 一百英之外 相反 我其實是 當然我也想突出 這個熱辣滾燙的優秀的成績 我不知道今晚節目出街的時候 還有沒有場次 如果有場次的話 真的很鼓勵大家 不要去錯過這部電影